恭喜耶 可以邀請到LuLu 因為LuLu就是大家知道 金鐘的雙六主持 嫩粉色洋裝散發青春氣息 LuLu替保養品牌開幕站台 不僅分享保養秘訣 身為新生代主持天后 是金鐘入圍常客 本屆在入圍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齊許替自己添金 我對我自己還是比較沒有信心 但我對焦哥跟憲哥和點油信心 所以我希望他們可以得獎 我就一起得獎了 綜藝節目主持人以六次共估 被封入為最多 但從未獲獎的主持人紀錄保持者 LuLu自嘲很習慣做台下 網友很用心的 就是有整理出列表給我 如果以我個人有提名的話 好像有提名了八次 這次是第九次跟第十次 所以我也不擔心共估 因為我很習慣坐在台下 但希望我今年不要那麼習慣 可以有機會試著突破舒適圈 走上去看看 跟武宗憲陳漢典吸手主持 綜藝大熱門 以及跟師父黃子嬌的魂禮歌手 首次雙撩入圍綜藝節目主持人 如如期盼能上台看看風景 今年頒獎典禮 綜藝跟戲劇分兩天頒獎 典禮主持人公佈 入圍主持人獎典禮 一聽見自己入圍勒了一下 金鐘長勝君曾國成 今年以西南大主廚全明星功率 入圍綜藝及意志實境節目主持人 不僅是入圍者睽違兩年 會跟星座專家唐祈陽 共同主持綜藝類頒獎典禮 我覺得每一個人只要靠近他們家那個範圍裡 大家中共就會變得不一樣 去年今年都以我們回家吧 入圍主持人獎的孫寶怡 前一年是入圍者隔天變身 戲劇類頒獎典禮主持人 曾國寶組合加上競爭激烈的入圍名單 讓觀眾期待典禮火花 TVBS新聞綜合報導